告诉你要守六天 初八是四十五 二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或是月底那两天 那有一本是《食灾戒》 那你就要守食灾戒 只要有正法在弘扬 四十公里之内了 我们都应该去听 除非你自己有真正的修行在做 因为这样庄严到场 比如说出家人在吃午饭 这个是供养出家人 你就不能吃 有一些说特别煮一桌 这个可以给居室吃 所以有时候出家人在吃饭 有些人说 奇怪师父你们吃饭 为什么不叫我们坐你旁边呢 这个是礼貌 功德主来了 这寺庙不一样 但是如果以防如此 所以会准备一桌 如果知道 但是如果去外面吃就不一样 外面吃是居室请的 对不对 大家也都可以吃 部分在家出家 那都无所谓 但是出家人的东西 只要是出家人的 你就不应该用 因为古时候没有烧开水 古时候是河里面 溪里面的水捞起来 那你去捞的时候 你要小心里面没有小虫 所以一定要有个网子过滤 但是如果你没有虫 你还喝 那就不行 菩萨的生命不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不能成勇 没关系啦 我死了没关系 所以明明这些危险的 你不要自己 你要把它安排好 免得你被伤害 在比丘尼的寺庙 南众不能单独去那边睡 同样南众的寺庙 比丘尼 像台湾有个灿公 下午四点 这个寺庙里面不准有女众 就算女众来 他们白天只能在哪一个地方 其他不能进去 因为修行人毕竟是人 男众女众都有欲望 而且你会去这个道场 拜这个法 一定也跟他有缘 佛陀的时代比较多了 佛陀时代有很多人讨厌出家人 那看他们在托波 就故意就拿那些 昨天吃剩下的 甚至现在看各位新闻 那些员工不满老板 吐几口口水 在他的饼里面去卖 对不对 这种事情多的 所以新的食物 一定要先供养三宝 自己再吃 所以剩下的 你吃剩下 不要去布施给 修行人出家或在家 猫跟狐狸会吃老鼠 那你说 我家的猫不会吃 另当别论 但是如果 把它当作宠物 也会违背菩萨界了 所以基本上 已经养了 就不能乱丢 但是没有养 不要养 特别猫跟狐狸会杀生 那既然说不能养 结果就把它送人 但是你送人要问清楚 这个人会不会杀他 如果会杀他 或是伤害他 像我们以前在泰国放牛 我以前不知道 哦 便宜啊 一放 结果才知道那只母牛可怜 为什么 你把它放了 他们这个团体 就会一直 让那只母牛怀孕 然后公牛它们可以拿来卖卖掉杀掉 那只母牛是不杀 但是它很可怜 就帮人家去传宗接代 对母牛也是伤害 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找场地 自己想办法 所以就是你要放 要放哪里 要问得很清楚 不要让他被伤害 或被杀掉 为了供养出家人 我们在家菩萨 时时刻刻要护持三宝 古时候的出家人并没有带钱 他衣服破了 我们给他衣服 他拨没有了给他拨 他账没有了给他账 所以 当然有第二个讲法是说 自己好像要发心出家 都准备好了 做田不求净水入种出界 就是种田一定要 灌溉的水一定要是干净的 如果这个水有毒 现在有很多排放废水有毒 但是农民管它了 反正不会怎么样 结果让人家吃了中毒 这样不行 所以水一定要清净 偷工减料 黑心食品 山寨食品 或是 现在很多 他卖给你 前面最漂亮 对不对 然后我要四颗 然后他就包好以后 拿个袋子 拿另外四颗给你 因为那个是烂的 他给你看的都是好的 你拿回家就烂了 类似这种 就是说有欺骗 买卖不公平 金粮不好 六灾日 父母祭日 佛菩萨 圣诞日 这个都不能有男女淫欲 就算是夫妻 非楚 在寺庙 在父母的地方 等等 就不能行男女淫欲 山谷不输 观税界 这一条我看在华人 有一点困难 欧美人是 逃乐税最很重的 黄人这个好像开放开放 但是真正受菩萨界 你还是要照缴税 别人不缴别人事 因为这个等于布施 整个国家福利 靠你一点点也好 增加一点点也好 最好能够做到圆满 不然的话 也有夜报了 你生生世世 就生在一个贪污的地方 生在一个经济制度 不圆满的地方 国家制定了法律 我们还是要遵守 虽然我们是佛教徒 在某一些部分 是好像有些部分 跟国家法律 是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来讲 还是先尊重国家法律 虽然那一天不能做 但是我们心里知道 心里在修行 但是要遵守国家法律 得心时不先供养三宝戒 所以每次要吃水果 喝心水 最好先拿起来 供养三宝 自己再喝 一杯水也一样 供养三宝 滴几滴出去 自己再喝 特别你要吃饭 一定要先观想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身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 研究佛经 研究完以后 自己写书 自己讲经说法 不是错 重点是 你这个居士 你要讲经说法 写书 你一定要 上面要有 比如说 印光大师的很多弟子 印光大师 对不对 认同 这个法师 替他写的 那可以 如果 虽然你是受了菩萨戒 但是你认为 你懂得比别人多 就自己开班 讲经说法 那这样就不对了 比丘 比丘 你 沙咪 沙咪 你 四叉模拟 什么叫四叉模拟 女性出家 不能马上跟她剃斗 因为搞不好 她自己怀孕了 不知道 结果来两个月 三个月 肚子长大了 那时候怎么办 她已经出家 所以那个叫四叉模拟 也不是光这一条 一个女孩子出家 只在要观察一两年 她的习惯性 等等等等 所以那个叫四叉模拟 所以我们看到这无众 那既然我们在家菩萨 要让他们走在前面 不能说 反正我不管你 特别是有钱的大居士 最容易犯这一条 一有钱以后 做大功德主 所以我们只要是出家人 哪怕一个小沙咪 我们都要尊敬 因为他的外表 出家人 假设说现在现场有十个 如果你要供养 你叫每个都供养 因为出家人也是人 对不对 今天你个穿红衣服的 我就大包一点 穿灰色的小包一点 那这个穿灰色 也就想 哪一天我也要穿红色 就大包一点 你也会让他起心动念 所以我像我们华人还不错 反正塞在红包 没人知道里面多少 这也有它的好处 但至少 至少 这里面讲的是食物 因为在佛陀的时代 没有红包的 佛陀食物 出家人是不摸钱的 因为按照解脱道 但是菩萨道另当别论 但是分食物要一样 养禅戒 这个禅 养它 就是要它的禅食 所以就会把它弄死 活活的烧烫 然后再抽食 对不对 不是光养残 任何养动物在赚钱的都不行 因为违背菩萨 古时候很多 现在比较不容易 古时候病人躺在路边 你现在去印度看 多的是躺在路边 躺在恒河边等死的 但是我们如果病你碰到 我们要想办法照顾它 当然有些人说 他哪一条做不到 基本上菩萨戒还好了 有戒可犯叫菩萨 你做不到你有惭愧心 但是不要犯重戒 比较重要 所以至少 虽然我们大家不是一百分 但是尽力朝这个方向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防疫师 黄世泽 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最大的不同是对象 居家隔离是针对与确诊个案有接触的民众 居家检疫则是针对由中港澳旅游史 或是韩国旅游史的民众 虽然对象不同 但是要做的事是一样的 一 一定要留在家里或住宿地点 不能外出 绝对不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二 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的状况 三 自己和家人都要勤洗手 不要触摸眼口鼻 四 最好有独立的房间 与家人避免一公尺以内的接触 避免同桌吃饭 或如拥抱 亲吻 或性行为等亲密的接触 如果不得已要控用家具 或是卫浴设备 请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 字归一佛 当愿众生 体解答答 法无伤心 字归一发 当愿众生 深入金泽 智慧如何 自归一色 当愿众生 同理的酒 一切无完 河南山中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力量 就是你的心灵的力量 记住了 所以你要善用其心 两个人在念阿弥陀佛 用的念头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今天你念阿弥陀佛 看到阿弥陀佛 你一句阿弥陀佛 放出百千万朵莲花 让所有伤恶到痛苦众生 都能够得身净土 让现世的消业 让阿弥陀佛 你念了 你身体就发光了 也会掉眼泪 想了众生苦 你要这样用这个心 所谓佛教的教育 禅也好 心法也好 就是要你用这个心 不离菩提心的 不能致死 而且要变成广大心 愿灯具成为三千大千世界 愿灯柱成为须弥山 愿灯有景臣汪洋 此灯之处 一展 得现以美尊佛前 愿此光明 你要这样观想 这样观想 所以各位呢 那你的心才会广大 便宜切除 所以我们每次都观想观音菩萨 我的身体变观音菩萨 我的每一个毛细孔 变成每一个净土 所有的毛细孔 都住了上帝 一皇大帝 各种的众生 然后呢 所有的痛苦生病的众生 缺什么的 都进入我的净土里面来 然后进到这里面来 他业障就消除 因为在净土里面 佛力的加持 然后从你的毛细孔 有布施的各种的功德 给众生 这样再念个大悲咒 所以我希望 以后我们造这一尊观音菩萨 造起来 那就是你的形象 知道吗 以后你念观音菩萨 你要把自己观想 自己就这么大尊的一尊观音菩萨 所有的众生 都看得到你身体 都进入你的身体 业障把它吸收掉了 然后你把你的功德 散出来 就像一盏灯一样 在贡献给众生 所以各位呢 如果你用这样的想法 你就跟世界 跟众生 都结了一个很大的缘 所以这样来点灯 所以我们讲 因果心 就是各位要了解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会产生一个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